这个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一件令她惊悚的事情 桌子上的杯子好像被人动过 她仔细回想了一下 昨晚自己放杯子的动作 顿时意识到 有人趁她熟睡时 闯入过她的房间 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自从她与丈夫分居 开始一个人生活后 总感觉这个屋子 好像还住着其他人 但不管她后来如何检查房间 甚至把门锁都换了 这种感觉仍然挥之不去 更离奇的是第二天的中午 女人被破门而入的母亲 发现死在了家里 为了弄清楚死者的死因 法医精灵检查了女人的尸体 死者叫张曼曼 身体表面并无外伤痕迹 读检测试也没有异常 出来法医是 精灵把试检结果 告诉了死者的母亲周大妈 病理报告显示是 突发性脑溢血导致的死亡 而并非她杀 但周大妈坚持指控 是女儿的丈夫杀死了她 随后 她在会议上把试检结果 告诉局里的同事 大家都纷纷表示 仅凭死者母亲的一句话 无法立案 探员李肖也调查了当时开门的索要 确认当时她打开门锁时 里面是上了保险的 文窗也没有闯入的痕迹 所以她怀疑 死者母亲可能和女婿之间有矛盾 才故意指认她杀死了女儿 刑警队长陈队 听完大家的分析后 告诉大家 暂时先不要做决定 先去安抚一下死者母亲 看看她情绪稳定后怎么说 会议刚结束 周大妈再次找到警局 她告诉警方 三个月前 女儿慢慢和女婿宋志平离婚后 女儿就和她说过很多次 每次早上醒来之后 都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 并且感觉有人趁她熟睡时 进过她的房间 因为屋子里经常发现一些东西 被挪动的痕迹 当时她怀疑 女婿宋志平有家里的钥匙 于是就建议女儿找锁将把锁换了 并加上保险 果然几天后 女儿告诉她 再也没有出现之前那些怪异的事情 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女儿说之前的怪异事情 又开始频频出现 精灵听完后 询问二人为何分居 周大妈告诉他们 宋志平是市理研究所的物理工程师 还经常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虫子 听到这里 精灵看了一眼旁边的景天 因为她刚好是沈昆虫研究所的研究生 景天询问大妈 那些虫子都长什么样子 大妈有点厌恶地说 都是一些拇指大黑乎乎的没见过的虫子 接着又告诉他们 宋志平这个人报复心和占有欲都特别强 有一天慢慢下班回家 顺路乘坐了单位领导的车 刚好被宋志平看见 她就开始怀疑慢慢在外边有了其他人 时间久了二人天天吵架 后来就分居了 周大妈离开后 精灵听了虫子的事情打算 再次对尸体进行第二次试检 景天也决定去调查一下 这个物理工程师平时研究的方向 回到法医室 精灵检查尸体后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额头的发际线的皮肤颜色 与周围皮肤的颜色有细微的不同 于是 她立刻把这条线索分享给了大家 陈队看着这个浅浅的痕迹疑惑道 这块类似淤血的皮肤为何之前没有显现出来呢 精灵解释道 她通过检查了皮下组织发现 这个痕迹是皮表下方血管破裂 由内向外形成的 更奇怪的是 它居然是一个特别规则的原型 探员李肖听完不仅说道 如果真的是他杀 那么凶手是如何在不伤害皮肤的情况下 使血管破裂呢 这时景天突然想到 在路上碰到的修路工人 当时振动器不断击打路面的声音 就令自己有些头疼 所以他猜测宋志平会不会发明了 某种类似卖穿衣的物理仪器 或者是利用电磁波等他的专业知识 令张曼曼炉内出血死亡的 但小杰不太赞成他的说法 因为张曼曼家里的门窗门锁都换了 周大妈称当时 找索将开门时 还上着保险栓 如此说来 现场就是一个密室 那么他是如何进去的呢 陈队听完大家的分析后 感觉这个案子很玄乎 所以他建议大家在没有十足的证据 指向宋志平之前 尽量先不要打草惊蛇 可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周大妈在出门时 从家门口的楼梯上摔了下来 大喊着 这一切都是宋志平设计的 但旁边的宋志平听完后 竟然也请求民警把他靠起来 原来就在张曼曼出事后 周大妈不但在公共场合 指责自己是杀人凶手 而且还跑到他上班的当围 以割腕自杀来威胁自己 所以他请求警察 把自己抓进去亲近亲近 周大妈看见这一幕 不禁开始鼓掌 嘴里不断夸赞他演技真好 来到警局宋志平称 早上在去外地开研讨会的路上 突然接到周大妈的电话说 自己摔倒了 于是就赶忙掉头折了回来 但另一边医院里的周大妈却说 早上出门打算去买菜 看见电梯维修 便准备走楼梯 可刚走没几步 便听到宋志平在楼上叫他 台阶上好像抹了油 是的就滑了下去 宋志平还拿自己的手机 给他拨打了电话 作为他来到现场的原因 景天回到警局 正准备把二人完全不一致的口供告诉大家 刚好他之前拜托朋友调查 宋志平研究方向的报告 也送到了警局 可这时 旁边修护路面的工人 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于是立刻回去准备再次去找宋志平 来到他上班的单位 景天拿出一只黑乎乎的磕头虫 问他认不认识 宋志平证了一下 称自己是个物理工程师 对虫子根本不感兴趣 可接着景天拿出宋志平 在大学参加昆虫研究社团活动的照片 他轻轻笑了一下说 都是十来年前的事情 自己早就忘记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探员小强 带人来到宋志平的家里 搜寻一番后果然有所发现 他在宋志平的保险柜里 找到一条保险锁链 如此看来 他很可能对张娜娜家里的那条保险锁链 做了手脚 回到警局后 景天拿出半年前 宋志平在网上发表的大量仿生学论文 他在其中一天提到 根据磕头虫 匀速而又匀力的击打动作 可以研究出一种不用做手术 就可以疏通脑部堵塞血管的仪器 而论文上还有 他对这种仪器击打速度的测试 在安全的速度范围内 的确可以实现疏通血管 但如果速度超过某个预值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血管崩裂 由此景天怀疑 张曼曼额头上的痕迹 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陈队听后 立刻下令提审宋志平 同时去调查他的实验室 寻找类似的仪器 审讯室里 当调查的同事找到为他开锁的师傅时 他一下变得慌张了起来 据开锁师傅交代 两个月前 宋志平找到他说 家里的钥匙丢了 他看了户主的身份信息后 为妻打开了房门 并配了一把钥匙给他 宋志平听后 很干脆地承认了配钥匙的事情 但他认为 这并不能说明自己 和妻子的私有关系 另一边的小强来到宋志平的研究院 在里面找到了他设计的 疏通血管仪的图纸和样品 把样品带回警局后 李肖对宋志平的杀人过程 做了推理 他检验了在其保险柜 发现的保险锁链 这是一种特殊的记忆金属 宋志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制作了和张娜娜家里 一模一样的锁链 在常温下看上去一模一样 但一旦用夜安慰其降温 锁链就会自动回复到 最初记忆的状态 当温度再次恢复 它又会变成常温下的状态 接着他调整了张娜娜的安眠药 每一粒都增大了剂量 然后每到夜晚 张娜娜睡着时 他都会悄悄地进入她的屋子 然后为她带上自己设置的仪器 终于在日复一日地敲打她的额头后 前天夜里 张娜娜终于突发脑溢血死亡 面对认证物证 宋志平终于爆发了 原来有一天 他无意中看到了张娜娜 和其他男人的聊天记录 发现他竟然瞒着自己 打掉了一个孩子 他只问张娜娜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却说自己不喜欢女孩 但他当然不相信 这种重男轻女的借口 不管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这件事情一直都令他无法接受 我是蟒牛 喜欢的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